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原工商鋪資訊台 踏入2021年下半年 工商鋪市場全面復甦 單是繼6月份過億元的成交中數 已經有24宗 金額接近178億 而當中就出現了一宗8億元的大標 就是九龍灣國際指貿中心 由億經等合組財團以大約105億元收購 亦都是201年至今最大宗的工商鋪買賣成交 全棟工廈成為上半年的焦點 單計頭6個月已有11宗 其中葵涌光輝動創 及屯門東亞沙廠工業大廈第一企 就是兩個金額最高的成交 至於商客方面 上半年最高成交金額 就是中環中心38樓全層 大約以8.7億售出 其次是九龍灣企業廣場三期 多層樓面連車位 約以7.9億逆手 在商鋪裏面中 最觸目的成交莫過於 就是銅鑼灣珠城大廈的地鋪 行力集團以大約11億元買入 而鄧氏家族剛剛都以13億元 賣出了安蔭和石惠國 兩個商場連車位 新買家就是資深投資者 在超市資深投資金額 由此以三輪大廈的地鑼 取得獄 太不喜歡 印嘅 被捺繃